其实一个人的处事待人的态度 他是从家庭养成 所以有一句老话讲 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生 所以家庭教育 是社会安定最重要的基石根本 而我们看到 夫妇为什么摆在中间 因为有夫妇 而后有父子 而后有兄弟 而后才是君臣朋友关系 而夫妇做好榜样的 这父子关系就和善 就和谐了 进而因为 孩子都有念父母的恩 都有感激父母的心 他到单位去 他就懂得感恩团 感恩他的公司 感恩他的领导 所以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这个关系就这么样 推演开来了 包含夫妇做好榜样的 兄弟以父母为榜样 他也相处的融窍 他能跟兄弟相处的好 他才有可能跟同学 跟同事同仁相处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行为 他其实都是从这个三轮 家庭延伸出去的 所以《易经》这一本书 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是 非常重要的基础 《易经》有六十四卦 其中有一卦就叫家人卦 家人卦里面提到 家庭当中有颜君焉 家人有颜君焉 父母之位也 家庭里面重要的 有威严的领导是谁呢 就是指父母 父母之位也 父父子子 凶凶弟弟 夫夫夫妇 而家道臣 而家道正 正家 则天下定 因为家庭是整个社会 国家的基础 好 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夫妇关系 父子兄弟关系 对社会的长远的影响 那夫妇是重要的 夫妇的结合 他对家庭 对社会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使命 这夫妇的结合呢 家道传承下去了 社会的好的下一代 栋梁 也从他们教育出来了 所以以前结婚呢 那是很隆重的事情 都要祭拜天地 而且呢 这个新郎要出去的时候 都得是 父亲代表祖宗 然后敬 新郎 而且新郎不用回礼 父亲是代表祖宗敬的 所以婚姻啊 在我们礼祭 婚礼 礼祭这一本书里面提到 上以四宗庙 下以继后四 结婚呢 是成先 起后 把祖宗圣贤 好的德行 透过自己呢 沉传到下一代去 成先起后 而这个成先起后呢 还是以我们 这个孝制为核心呢 成先呢 是时时想着上一代 父母祖宗 起后呢 是时时能想到下一代 孩子 所以上一代 时时想要有使命教育好 下一代 下一代 时时想着 我的人生 最重要的 要先回报父母的恩德 时时想着要报恩 所以上一代跟下一代呢 就很自然的 不分离啊 就是这一个孝制 合成一体啊 连结婚呢 也都是孝道的落实啊 所以 我们从这个礼仪当中啊 都可以理解到 婚姻对社会 对家庭的重要性 这个新郎出去了 迎接新娘啊 是新娘的父母 站在门口 亲自把女儿 托付给她 所以不只要对得起祖宗啊 还要对得起另一半的父母 信任跟托付 所以整个婚姻过程呢 通通都是一种责任的承担 而女子上车了 上轿了 上去呢 有一个仪式啊 是先把一个伞啊 往那个花轿外扔出去 一把扇子扔出去 那个扇子扔出去啊 就是呢 以后嫁为人妇了 要负责一个家庭了 所以呢 要把一些比较 安逸的生活啊 那个大小姐的生活啊 要先放下 所以那把扇子是代表 把大小姐的脾气 一起扔出去 大家有没有扔过扇子 没有啊 要补扔 你看 那个女子出嫁的时候 诗经里面提到啊 这个桃之夭夭 其夜真真 知子余归 宜其家人 就是女子出嫁的时候 她的心情啊 就好像看到那个桃树 开得很茂盛 她就期许自己呢 我嫁过去一定要让 这个家庭兴旺起来 很美好的愿望啊 有没有哪一个女子 她要出嫁的时候 然后心里想啊 说好啊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 我非搞得她个鸡犬 不灵不可 没人这么嫁的吧 所以事实上呢 人生面对很多境界 只要我们能时时 不忘这一颗心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们那一颗 不持劳苦 一定要把他教育好的心 时时保持 我们时时想着 当时候另一半 完全信任嫁给我们 把终生托付给我们 那一颗难得的心 我们时时不能忘 我们对对方的那一份责任 那一份承诺 我们也不能忘 那很多情况来了 可能这一个心提起来 这些小摩擦呢 就过去了 不忘初心 而到了夫家的时候啊 这个公公婆婆呢 是站在客人的那个位置 新婚夫妇啊 从主人的那个台阶走上来了 一进门啊 先喝浇杯酒 那个浇杯酒呢 是用葫芦瓜披成的 那个葫芦瓜的肉是苦的 成甜酒来喝 所以我们老祖宗呢 喝东西都不是白喝的哦 你看这一杯浇杯酒 喝下去的代表提醒夫妻 从此以后要怎么样 同甘 共苦 而且那个葫芦瓜是同一个批成的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所以结婚的夫妻之间要不分 彼此 好 来大家喝下去 大家之前喝过没有 回去要补喝哦 喝的时候心里要想 同甘共苦 不分彼此 家庭里面太多的冲突都是计较 不分彼此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看连称呼都要不分彼此 咱爸咱妈不分彼此 你说你爸你妈 那就完了 那个心里就慢慢就很不舒服了 所以这个夫妻关系 是一切关系的典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能同甘共苦 不分彼此 而且呢 时时啊 大局为重 要能掌握情绪 因为情绪不掌握啊 没事都变有事 小事啊 都变大事了 而这个大局以为重呢 我们看到 父慈子孝 那个慈表现在哪 父母的慈爱就表现在 时时都把最好的榜样 演给孩子看 这是真慈爱 因为那个德行呢 孩子一生都受用 但这一点不体会到啊 往往我们都把慈爱 是便留很多钱给孩子 事实上啊 钱留的越多呢 孩子没有感恩心啊 钱会变成祸患 现在告上法院的兄弟 父子大有人在啊 所以其实孩子受父母影响非常大 父母能够孝顺爷爷奶奶 这个孝呢就传承下去了 父母能够勤俭持家 孩子终身奉行 因为父母啊 是孩子人生很多里程碑啊 我们夫妻和乐了 往后孩子在经营 夫妻关系 他时时都想到啊 我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有一个好媳妇啊 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 事实上他已经是人家的 也是人家的婆婆了 他有三个孩子呢 两个结婚了 而我们在跟他们家里的人 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他那个小儿子还没结婚 就说到了 我小时候一个最深的记忆啊 是吃饭的时候 家里有十口人 结果那一天只有九颗鸡蛋 母亲煮好了呢 就把九颗鸡蛋都分下去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鸡蛋 谁没有啊 母亲没有了 其实母亲对我们的爱 就在这些生活点点滴滴当中 不是轰轰烈烈的 但是却是时时都存在 而且都很细腻 我们只要留心了 母亲的爱无所不在 吃饭谁先 谁最后吃 母亲 谁先吃饱 母亲 谁最晚睡觉 母亲 谁最早起床 所以真的 这个母爱啊 太伟大了 而当 他的先生呢 看到自己的太太呢 把蛋都夹给大家了 这个先生看得很不忍心啊 马上就把自己的蛋 夹给先生 夹给太太 她说你比较辛苦照顾家里 你吃你吃 这个太太看了又马上夹回去 你工作比较辛苦 你吃啦 你吃啦 结果夫妻两个人就为了一颗鸡蛋 夹了素食回合 最后呢 灯 掉地上去了 而这个小儿子 讲到这里的时候 眼泪流下来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他父母那份恩爱 深深印在他的心里 那还用教他 如何夫妻相处 他一知道 父亲是这么做的 那我还差得远 他马上就是要求自己 夫妻相处 做人做事 父母都是孩子的里程碑 第一把 我先来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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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洗脚